大家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一 是6月以正股來講,正式交易的一天 我們看看北水等等 至於5月28日之後,大市的成交慢慢上升 到31日,大約很高 這一天,市場跌了很多 跌了三百多點,人們就很趕快 這值得趕快 因為突然間,人們就要看,會不會下跌,還原起步點 今天就突然升上來 我待會再講一講 北水等等一件事,可以看到 北水的資金流是99 超越於這裏那麼多 再其次,我們來看看 北水的資金流向 這裏聲聲上去 我一直都叫大家朋友,細心留意一下 看這裏,它有沒有轉彎 勾回上去,現在看到這裏是有的 這裏的時之中,它是看轉了多少天呢? 其實是由上星期一開始,就開始慢慢轉上去 即使這些人在部署,在賣東西 賣什麼呢? 神華,中石油,騰訊,中國銀行,移動等等 沽什麼呢? 中芯國債,若明生物,農業銀行 因為升得很多 南包恆生科技,因為科技股上星期 一隻狗 自然也帶動了應付基金,也會回下 今天很多板塊都會上升 超過六成、七成板塊都會上升 升得最多的是什麼呢? 升得最多的是 天然禁食油氣 半導體 煤炭 建築 運輸等等 在這裏,這個排名的板是怎樣看呢? 如果是煤炭的話 上星期是排第一 現在是排第三 即使它連續兩天都有被追捧 我是以這個在10之內的名單 屬於Ricky叫被追捧 當然最好 石油天然氣 由於這個 一度跌出了10之外 現在回來了 這個可以說是王者回歸 你可以這樣說 半導體也是一樣 可以這樣做 這個就叫做一字平堅皇 我們叫它這個 建築 屬於中中地 阿托行路中中地 16、15 升到45 那運輸呢 其實我也是說過很多次 運輸一天不死 一天都是好 那就是 即使中國的企業 是好的 即是經濟運作是好的 製造業是好的 所以 為何今天就說 那個製造業指數也升了上去 當然升 你沒有貨的時候 就沒有車開的嘛 你車開得多 就要運原料、運製成品、半製成品 自然的交通運輸是好的 這個交通運輸一直以來 在這一兩個月裡 都是經常排起這個 就是很少跌過去20之下的 這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好了 天然禁石油遊戲 升了最多 當然是這些 小矮的 我們看看803星 中石油星 中年8星 這些 就是我們看得到的 是大牛龜 大牛龜升的時 之中 自然就會OK 有些要留意一件事 中澤安稅科 不要小看 他是做 逆霸船運輸的 他最近簽了幾多單 做了一些事 這些是未來的事 是可以很重要的 半導體方面 又很簡單 橫半導體 SM太平洋等等 還有就是中芯 這些都是大牛龜的 主要的成分股 他們升上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看這些小矮 這些 你不要要求這些 中中國國際 正式升10% 20% 不是這樣 如果這些能夠升到 3-5% 已經 甚至2% 已經叫做跑贏大市 大市一日 升1-2% 就可以了 看完半導體之後 我們看看煤炭 煤炭之後 蒙古能源 這些是細矮 所以升了10% 那麼大隻東西 好像即使 燃煤澳大利亞 就升2%左右 然後再跟著神華 這些東西 大隻東西 又升2%左右 已經是OK的了 一定有一兩隻 即是大隻的助陣 就證明 板塊升得是有實力的 建築方面 就沒有什麼 這是很細矮的東西 突然說 升108% 那為什麼呢 就升了6個仙 6個仙 之前是多少 6個仙 你買了100萬股 這個100萬股仙計 升了6個仙 是不是很好呢 你又會不會 想著買些股票 買100萬股呢 當然啦 如果你要賭徒性格的話 是絕對應該可以起 這些細矮的股 經常可以賺到 10倍股 這些 你上個星期五買了之後 今天已經賺了10倍 不過 你如果遇到這麼細矮的股票的話 你會不會真正去買 那麼多錢 所以不要想那麼多的東西 如果股票價格 是在1元以下的 你都不要想太多 再其次 運輸 運輸方面 你看到這些 加利物流 安行物流 物流嘛 凡是物流的東西 中遠海空 東方海外 那這個運輸是好的 這一定是對 經濟的運作是好的 所以這些 很簡單 出入口就好 好了 我們看看 蒸完之後 我們看看 個別的股票 今天的股票 是由大牛龜 一桶天下 我很多時候看的 大家也可以這樣看看 我把這裏 中間的這個版面 劃一半 劃一半 我們在這半裏 有哪些大牛龜 這大牛龜 這次就是 騰訊 盈富基金 阿里巴巴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中餘洞 友邦 美團 在這條線劃下來 還有小米 如果你劃過一點點 就來到這裏 即是六成島 的天下 就是由這些控制了 所以今天 大動的大市上升 就是這裏 一 二 這些是付屬 由於其他小米就升 這裏就是盈富基金 這裏就是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九隻 九隻的股票 應該是主宰了 今天的大市整體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 按照它的升幅 以及它的成交量 來劃出來的 所以在這裏 我看今天這裏的九隻 如果大家以後要去看 我那天 有哪些東西要留意的呢 很簡單 找回經濟湯 找回熱炒板塊這個 把面一看 就知道 有時候這些東西 佔得很厲害的 這些佔得很厲害 一絕絕到這裏 差不多 三四隻已經發生 那這裏的 就做到很細小了 即使這些已經 妹仔到不妹仔了 再其次 再看看 恒生之宿 恒生之宿 由這裏 絕絕絕絕來到這裏 是接近到 保利加通道的 底部 這樣就回彈 這裏 是不是可以立刻 彈上去呢 我個人的看法 就不是 暫時來說 應該去到 中族島 暫時 中族島 因為這裏的波幅 是有所收窄 是代表了 日後的波幅收窄 收窄了之後 市民即是橫行 好像這裏的收窄 有10日度 是應該 比較在這裏 比較反覆 然後 再跟著 就是再 聲音上去 始終是看 它會 聲音上去 現在我們再跟著 看看 有什麼股票 今天可以 留意一下 今天可以留意一隻 比亞迪電子